大家好,欢迎观看海松日记 就在天几天一个的一晚上,找到一位家人因为新冠肺炎 半点急诊去医院,这件事情到现在已经四天了 当时医院病房爆满,没有床位 后来通过协调努力,家人在医院走廊找了一个床位住下 后来实在受不了哪里的氛围,就到今天回来记住吃饭 今后还要继续去医院看病 再回来后,我们知道了前一段时间 前面开饭后,让人心痛的惨状 现在医院里,做的基本都是老年人 先一天,基本每天都要去驱使十多位 每天都能听到刺耳的急救车声音 本店的殡仪馆之前惯例是,只在上午招人 疫情节目开放以后,去世的人激增 现在全天开动,一直说到晚上十二点 殡仪馆的火化炉,锁坏了两台 可见情景是多么的惨啊 农村更是新冠夫妍的重灾区 那里每天都能听到几次犯炮的声音 每次犯炮就意味着有人去世 就在昨天,我的爷爷邻居,他是本地国企退休职工 说他们单位这几天,一天平均去世,二十位退休职工 上面就是这些天,亲到身边亲人所说的 疫情学院开放后的惨状 就在这几天,开到平静的城市 使则按钮涌动,多少人在与病魔殊死搏斗 多少人被病魔无情地夺走 很多人说此次疫情开放的太过于突然 让人们脆不及防 同时,某些专家的蛊惑 让人们对这个病毒重视不够 没有做好整个的防复 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 经历了其他苦难 又亲眼目睹了这三年的疫情 以及最后的人命不值钱 2023年新的年来到了 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看未来 其实是看不到希望的 这个疫情可是能够完全消散 现在还是未知处 我们这个不知名的三线小城市的 普通百姓 为此次疫情付出太大代价 真不希望再发生这种事 在未来恐怕生活只有小心翼翼 才能避免这些乱世的瘟疫